今天新观点提供您理财新视野 观众朋友晚安 我是曾仲玉 美国拜登政府最新公布了一套 全面的出口管制措施 除了现有针对逻辑IC领域的限制之外 更是延伸到记忆体的范畴 意图削弱中国 从超级电脑到武器制造所需要的关键技术 而就在美国政府的禁令下达两天之后 市场传出 所有外商半导体设备厂的人员 全面撤出中国半导体企业的消息 预计将会对中国的半导体产业 产生严重的冲击 智库专家分析说 此举将使得中国的晶片业倒退好几年 发展速度被拖慢 而中国则是批评 美国企图利用自身的优势 打压新兴市场的发展 是一种科技霸权的行动 美国拜登政府最新公布出来出口管制措施 最主要就是想要围剿中国 希望他们的半导体产业不要发展起来 所以禁止中国使用世界任何地方 以美国设备制造的半导体晶片 希望能够借此减缓中国半导体晶片技术的发展 还有他们的军事进步 好 我们就先来看一下这份禁令的内容 主要分成三大部分 第一个是针对了罗吉 IC16跟14奈米或者是更先进的制程 第二个部分 DRAM的18奈米或者是更先进以上 第三大块就是NIFREST快闪记忆体 最主要是着重在128层或者是更高层的竖品 那这些呢 都是这一次美国升级晶片经历的重点 好 我们就来看一下 第一个部分 其实罗吉制造IC这一块呢 本来高阶的IC晶片它本来就禁止卖给中国了 那这一次的禁令呢 是扩大到连16奈米到14奈米的制程晶片都不可以哦 也就是说各家晶圆代工厂以后都没有办法再为中国的IC设计商提供制程产品了 好 那第二块呢 看到的是DRAM的18奈米 那DRAM跟NIFREST快闪记忆体的部分哦 除了限制刚刚我们讲到的范围之外呢 更大幅限制了中国的低润发展 哇 一声令下 谁敢不遵守 所有的美国厂商全力配合 像是应用材料啦 柯林研发啦 东京威力科创等都陆续通知他们中国的客户哦 说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再供货了 所以呢 最近就会停止生产这些先进罗吉晶片的设备出货 甚至连本来派驻在工厂的人员也都陆续撤出 比如说像是厂商储存啦 上海集成电路啦 或者是华尔维京原厂 原本有的这些美国企业的驻厂人员全部都要撤离 等于不但不卖设备给中国 也不提供维护支援给这些中国企业 那今天最新的消息 美国的半导体设备制造商柯磊 从今天开始停止供货了 不管是中国本土的半导体企业 或者你不是中国厂商像是南韩SK海力士等等这种的 可是你在中国有设厂很抱歉 通通不能出货 设备不能卖给你服务也不能卖给你 我柯磊就稍符合美国政府的规定 那这个新禁令出来之后 对中国的打击真的很大吗 华尔街普遍认为真的很严重哦 变成你现在中国所有的技术 所有的晶片处理器等等等都要自己研发 那至少要再花个五到十年的时间 你才能赶得上这样的技术吧 那我们看到拜登 他到底是凭借着什么样的法规推出这个禁令呢 拜登说我可不是无限上工哦 我们是依法行事 依照哪一条法律呢 来看 外国直接产品规则 FDPR 好这个规定呢 它是让美国的监管机构 它可以把技术出口管制的权利 直接抽出美国国界 直接延伸到外国跟中国之间的交易 所以您看到了 如果产品是使用美国技术制造的 那美国政府就有权利 阻止你出售给任何一个国家 包括在外国制造的产品 这个法令呢 其实最早是在1959年提出来的 那它是用来控制美国技术的交易 比如说有一个产品 它是用美国的技术来制造的 那美国政府就有权利阻止它被出售 注意哦 这里指的是 只要你有使用到美国的技术都算 所以不管你这个产品 是美国自己本身的产品 还是你是外国的产品 但是你只要有用到美国的技术 都一样 美国政府都有权利阻止它被出售 那这项规则呢 其实在2020年的时候 就被川普拿来对付谁 对付华为 想说我只要不卖技术 不卖产品给你 你就活不下去了吧 没想到华为就是有办法转弯 我不跟你买嘛 那我透过其他的工厂 其他的企业 买了之后再卖给我 那拜登就发现了 哎这怎么对啊 我要制裁你 结果你还在那里搞鬼 好哦 一不做二不休 全部封起来 全部把你的后路断光光 那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就怒呛 说美国啊 对于自由贸易发动这种 所谓的野蛮攻击 将会导致非常可怕的后果 只有真正傲慢无知的人 才会相信美国可以透过这种不正端的手段来限制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发展 那环球时报还说美国的科技霸权损人不利己 增加了中国科技自立的决心 到头来你还是中国会自立自强 美国千万不要小看中国的任性 那中国就会报复吗 有专家说 有可能哦 因为中美现在已经失去了和解的可能性了 如果中国真的要采取一些报复行动的话 让对立进一步升级 也显示出来潜在的报复行动存在着巨大的风险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传出来啊 美国还把另外31家的中国实体或者是企业 全部都列入了未经核实的名单 代表这些企业都是美方没有办法确认 你交易的对象是不是安全 那我现在要把你列入一个观察名单 如果确定你交易的对象是我不许可的 我就会把你列入实体清单当中 那为了摆脱美国 中国其实这几年都在力拼半导体自给自足 南华早报就说了 中国啊在2020年成立了23000多家的半导体企业 到了2021年更是暴增哦 暴增来到了47000多家都有注册 直接刷新记录 可是呢 美国不是一直在打压中国的晶片业吗 好多好多的禁令 然后再加上中国自己也有严格的疫情风控措施 都让中国的晶片业非常不好过 你光是看中国今年第二季的经济成长率 只有0.4% 复苏远远不如预期 所以呢一片倒 公司倒的倒关的关 尤其是半导体公司 因为资本要非常非常大 所以直接引爆了倒闭潮 我们就来看一下数字 这个数字呢 是中国晶片业的倒闭数字 今年一到八月份就高达了多少 3470家的公司关门大吉 这个数字呢超越了去年一整年 2021年的3420家 更是前年1397家的数倍 那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金融研究院的教授 郑磊就解释了 说半导体啊 本来就是一个资本密集的行业 那竞争这么的激烈 所以呢 让这些新注册的半导体 你没有一点实力 没有一点天时地利人和 是很难经营下去的 那中国晶片业的倒闭槽 也凸显出来 中国国内的经济低迷 还有清零封锁 导致的消费疲软 还有中美关系这么的紧张 都对中国的晶片业 造成了非常大的压力 那景气消调也引起了停电 停工 IC的产量也跟着奏降 中国统计局就公布一个最新的数据 说中国的IC产量 到目前为止 7月份下滑了多少 下滑了百分之16.6 来到了272亿颗 8月份呢 更是下跌了百分之24.7 来到了247亿颗 这创下了什么样的记录 25年来 单月的最大降幅 不过中国依旧不放弃哦 他们还想继续找外援来帮忙 你美国阻止我晶片发展 那我就找邻近的国家嘛 比如说南韩 南韩也是晶片大国啊 现在呢 中国的证监会已经批准了哦 做什么事情呢 集资 中国国内第一档 针对了中国 还有南韩的先进晶片制造商 发行的共同基金 那这档基金呢 其实哦 它是把这个 三星啦 还有SK海力士这些南韩顶级的半导体公司 中国找了谁呢 找了中芯国际 找了蓝企科技等 这些也是晶片的制造巨破 目的就是要让中国加快实现技术的自给自足 而且呢 借由发行基金 一方面发行前筹资 再者还把中韩紧密的结合在一起 不过最终推出的时间 目前为止还没有确定 所以您认为 这一次美国的晶片制裁令升级 真的会掐住中国吗 而中国有什么办法能够杀出重围呢 请您教您的想法 留在影片下方跟我们一起讨论 并且帮我们订阅按赞分享 追踪全球新观点的发烧影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